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彼得腳蛙 我們今天來解決一個 就是最近我常常在 常常被接受到的問題 又到了很多的新的蛙 有進入蛙圈的時候了 他會問我說 不好意思 請問彼得我的蛙不吃怎麼辦 那我會跟他說 你就把他抓出來 放在一個盒子 或是放在一個比較隱秘的地方的時候 等到他適應之後 他就會開始吃 我會介紹你這個盒子 你可以自己做 那你也可以跟我買 自己做 很簡單 你看 就是你找一個 胖胖杯 他大概 900cc吧 然後底部這邊 打一個洞 然後旁邊 打很多洞 為什麼要這樣呢 第一個是 蛙他喜歡比較 就是 讓他自己覺得安全的地方的話 他的空間比較太大 但他不能長騎 所以說今天蛙如果大概 6公分以上 這個盒子就偏小 當你在土壤的時候 你會把蛙抓出來 餵死 你就會把蛙抓出來之後 放進去 你可以從裡面看 就這樣做 你可以不用跟我買 你可以自己做 把他放進去之後 等個10分鐘 他會覺得安全 它是什麼樣的狀態 就安全呢 他會屁股靠在邊邊 然後頭朝著那個杯子的中心 因為我們剛剛就是在晃動他 所以他看起來就是很躁動 但他過了幾分鐘之後 他就會比較穩定 那個時候你就可以做進行餵食的動作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然後第二個是 我們常常講肝癢 肝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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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肝癢 好你就拿這個盒子之後呢 你找一片海綿 這個海綿 越薄越好 大概0.2 0.3公分就好 然後讓他充滿水分 但是不滴水 為什麼用白綿 因為他比較吸水 你可以找任何吸水的綿 但他要吸水 他的工作就是吸水 因為其他地方是乾的 所以你一定要讓他有水分的來源 充滿水分但不滴水 你把它放在蛙的旁邊 你要先放進去 不然你在那邊晃動 他會上去咬的 那你把它放在旁邊之後呢 這個盒子就是肝癢盒子 如果你發現你的腳蛙 他腳受傷了 然後腳磨破皮了 或是說他看起來怪怪的 你就把它放進去 這樣子就可以好好地觀察他 那你可以養多久呢 我會告訴你可以養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上禮拜甚至一個月 其實都沒有問題 但你只要每一天 做他清潔的動作就好 因為他空間不大 所以你一定一天 最少要洗個一到兩次 就是你可能怎麼洗 就是水龍頭打開 你要就是除濾過水也行 就是直接 直接就是幫他洗乾淨 好之後就可以就是長時間養他 這時候呢 因為他的空間夠小 所以他你在餵食的時候 你夾子一進去 他就會想要攻擊 他就想要吃 好那記得千萬不要餵太多 因為什麼 他有時候可能只是防衛性的攻擊 他可能不是真的想要吃 對你看像這個樣子 他就上來了 對他就會想要吃 好他可能剛好也很餓 好不管 反正就是這個 這個方式的話 可以解決你很多的問題 好就是這個 乾養餵食安置盒 以後 不要再問我說腳踏步子怎麼辦 就是這個盒子 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如果真的不行 你來問我說 我還是會告訴你 你先去找個盒子 這是一個好的方式 好試試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跟分享 謝謝